感谢您使用居各会员管理系统 下面呢我来演示一下积分规则的一些设置 点击卡规则找到积分规则 这里呢有消费积分的设置 默认的呢系统会认为消费一元兑换一个积分 当然您也可以来修改此数值 和您的店铺进行匹配 如果需要调整为消费十元兑一分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输入框里面输入十 如果您不需要使用积分模块呢 可以将此值设置为零 系统将不再计算积分 在积分规则设置里面呢 有描述开始时间消费金额返现现金等 简介呢是对规则的一个命名 比如吃一百送十元这些命名等 我们来新增一个规则 假如我们命名为买一百送十元 开始时间呢我们来选择一个时间 结束时间我们来选择一个时间 选择十点 结束也是十点 消费金额呢是指消费满多少 前十呢才能升下满一百 我们来输入一百 返还现金呢就是满一百返还十元 这送积分呢不影响正常消费获得的积分 假如想要银卡送双倍积分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输入一百 点击选择银卡 点击确定即可生效 好了积分规则的设置呢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服务 谢谢